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私基金特約股壇思見 我是李浩德 我旁邊當然是施老闆,蕭榮清師生 師生,你好 你好 師生,我們上一集說到 負利率下其中一個投資選擇是黃金 我們收到讀者打來問問我們 他看到一個數字,想問你品評一下 原來中國在今年,似乎在金色方面需求 好像有些數字,按年下降 我翻查資料,對最新第三季,按年跌了差不多12% 這個會否影響你對金的看法 以我所知,不止中國在金色方面的需求下跌 另一個買金用來做金色的國家,就是印度 印度 印度也很少 這個有幾方面的原因 一個是,一個社會隨著富裕的程度增加 他對黃金的需要,是減少的 中國人以前很喜歡買金 嫁女,也有很多金色 現在新一代結婚 買金色,都是他婆婆、媽媽 上一代的需要 他其實,好像我女兒結婚時 買這麼多額,有甚麼用 我都很少戴 如果你說買來保值 當然是買金磚、金條、金幣 實際買金色 金色有手工 所以,一個原因是,社會進步了錢的消費 不是買金色 寧願去旅行 買套靈蟹塊 那類會增加 買金色會減少 這代表社會富裕起來 成長後,慢慢的比例就不同了 另外,因為這段時間,黃金升了 在用家市場,價格下跌 就有多人買得起 價格上升,買得起人少了 需求會下跌 價格上升 如果以重量計的消耗,會減少 但黃金的本質上,有二重性 一是金色馬鈴用 另一個是作為投資 在金色需要下跌的同時 其實黃金的投資需要上升 ETF金的代替品 其實這段時間,是歷史高位 我還要說一件事 投資性的商品 和使用性的商品 消費性是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表現 消耗性、使用性的 價錢越升,需求越低 如果是投資性,剛好相反 價錢較低,沒有人要 價錢上升 跟紅頂白 每個人都會跟著,買當頭起 因為金不是吃掉 而是一直放在 所以,將來是如何行動 越升越有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黃金價錢上升 就會吸引投資性的需求 現在貨幣供應過剩 令到貨幣購買資產能力下跌 長此下去,令到貨幣制度 可靠性都會成宜 所以,我買金,除了它升去買 另外,我們亦作為一種保險 如果貨幣系統一旦崩潰 我亦有些減少 所以,未必因為它明天會升 我是作為一個相對長的 中長期的一個配置 對,一個配置 不過,上次也提及過 中長期的升浪都可以很厲害 現在是上一次的高位 都未破 上一次的高位是1800、1800、1800 都很多停泊,1112年左右 所以,如果一旦衝破 今年的周期很長 十多年也不止 過了之後,我相信是上一次的高位 一倍以上 或者三、四千都可以有機會 說完今,提及一個貼市的題目 近期,無論是股市、匯市 都反映了中美的關係 好像突然間好很多 很多觀眾都問一下 究竟我們是否大決議員結局 詩先生,你之前兩、三個月前 已經說過二萬八千五 誰知,今天收市已到二萬七千八左右 還有沒有水位? 幫我們品評一下 我說二萬八千五 是因為你說二萬七千五 你說會升到二萬七千五 那時是二萬五千多、二萬六左右 你說升二萬七千五 我說不止的 現在你的目標達到有餘 我的目標還有一段 但是都近了 快的話 一日就可以升穿二萬八千 形勢是否配合呢? 我自己看,中美和談 當然現在沒有約定幾時可以簽 11月16日本身在APEC的智利會議 但智利自己也不斷 然後沒有新主持 暫時取消了 現在報道似乎傾向說 英國可能會飛到美國上高簽 如果有得簽的話 我自己覺得 談整局部協議的機會是比較多 雖然有時消息是一時好 一時緊張 但我看市場的反應 以美股來說 凡有和談有成的機會提升的時候 股票會升 慶祝一下 美國的投資者似乎覺得傾成是好消息 繼續打下去就不是好消息 對美國也不是好 資金市場是希望傾成 如果這件事是美國資本市場的選擇 這對美國總統有一定的壓力 或者會誘導他作一個對股市有利的取捨 因為特朗普之前經常都用什麼來顯示他正跡標明 就是我上癮後股市升多少 他跑的數字就是股市 現在就很厲害了 創新高 他是想股市升的 但是如果他選擇一個對談判不利的消息 我相信股市會跌 我認為他想競選連任的時候 是不想出現的 美國資本市場有這個選擇 美國總統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財團在後面 支撐下 他也要照顧財團 阿雷當然他也要照顧美國長遠的利益 但是資本市場的選擇 我認為都是他必須關注的 除了美國自己資本市場有這種傾向 希望傾成之外 我看到很多國際組織 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世界銀 聯合國 或者不同的組織 他們的研究結論都很接近 中美貿易戰的磨擦影響 雙輸 大家都沒有好處 不止雙輸,還雷街坊 三輸 沒有參與那些被雷街坊 我見在歐洲開會也這麼說 在非洲開會也這麼說 所以國際上都有壓力 要他們傾成 當然你說,是否大團圓結局 我不認為中美以後會和好如初 兩個不同的經濟模式 非我族類 少都有競爭 這個競爭,而且最好就是 你死我皇的性質 但是,不會第一回合就解決問題 我舉例說 我看國家地理雜誌的影片 大貓打架 老虎、獅子、炮、梁洪相遇 如果勢軍力敵 都不會一場就決勝負 打完一輪很激烈 打完一輪,大家都不夠氣 大家便會停戰一段時間 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又來第二輪 我認為現在需要休息時 你賣牙的階段 你有一段相對平和的階段 接下來會進入一個相對平和階段 賣牙大打,都打了一年多 我想要休息一年半 都有一段時間休息 累了一定力量 我們未來一兩個月 可能會簽到第一階段的協議 到明年美國大選之前 都應該是比較休息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大陸稱為窗口期 窗口期可以做一些投資相對回報 比較好的機會 所以應該是28,500元的水平 應該是否比較遠 還會很有信心 明年應該要再提高一點 我也沒有打算改變 我說第四季便能達到 現在比之前機會多了 因為說完之後 有些人說可以不可以 27,500元都未必做到 28,000元 現在看來不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明年會怎樣看? 不過時間就差不多了 各位觀眾想聽師先生說一說 明年恆子的看法 記得留意我們的節目 如果各位想了解多些師先生貼士的消息 或者了解多些司機的內容 歡迎到以後的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 兩拜訟 進行 出現 浮型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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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